旗拳的户外健身设备 绿鹰盎然的公园 新加坡全岛四处都有 可是国人有经常运动吗 不会很多啦 只有偶尔 就是想运动才会去运动 对 保健促进局从2015年开始 举办全国健步大挑战 以每天走一万步为目标 鼓励国人多走动 2013年的全国健康 调查也显示 我们有26%的成年国人 他们其实运动量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全国健康大挑战 主要就是要帮我们的国人 大家一起活跃起来 只要你可以走5000步 7500度或者是1万步 或者是每天可以做10分钟 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 中等至高强度的运动 都能够赢取健康积分 然后最终可以换取奖品 商家和保险公司也响应号召 以奖励的方式吸引国人迈开双腿 如果他们每天能走一万步的话 就能换取更多更大的奖励 走一万步能达到什么功效 运动医学专科医生解释行走一万步的由来 在1964年第一次的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为了鼓励日本人多做运动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万步器的一个小机器 就是放在配在身边 然后你走路的时候 他就帮你寄多少年一天走了多少步 然后那个到最大的数目是一万 所以当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号码 就一万 然后他背后是不是有很多的科学资料 说你一定要走到一万步 然后你走九千步是没有效的 还是走八千步是没有效的 其实是没有 其实这取决于人是以健身还是养生为目的 人运动的目的跟需求都不一样 对于普通想要调节身心健康的人 也是一天下来走三十分钟的路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也可以一日下来 走到六七千步 如果要锻炼体魄的话 是需要达到一个中强度的运动量的 就是中强度运动量就是要在三十分钟内 达到最高心率的百分之六十四以上 才有运动的效益 医生说一万步相等于八到十公里的路程 平均每天多花半个小时步行就能达到 六十五岁的卢德丽和弟弟一起经营家具生意 他也热爱运动 从全国剑步大挑战举办的第一季就开始参加 每天都能超越一万步 因为没有时间打就开始不行了 不行到现在 每天早晚也是有三下尊跟摔摔手 大概隔两百次 就是早上两百 傍晚两百这样 四百次了一天 就在冲凉之前 冲凉之后固定时间就对了 不然你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候你懒惰了 四十六岁的叶美莲 从全国剑步大挑战开始接触运动 现在一星期至少会运动三个小时 以前比较肥胖 就可能练胎就会比较高 血糖也会比较高 现在就比较健康 瘦了一点 从四十八到四十五 一年初的时间 我瘦了三公斤 很喜欢 四十八岁的饶雪萍 是西北轻快步行俱乐部的队长 走一万步对她来说 不只能运动 还能培养亲子关系 下班后通常我都会回家煮饭 煮饭的时候也是会在动 然后还要清理家里 抹地什么都是会有 周末我们如果天气好 我们都会到附近的公园走走跑跑步 如果我在学校的话 我会在休息时间跟我朋友一起玩 一跑 一直跑 就是可以到达那种步 然后我走完步以后 我会有觉得很大的成就感 然后我可以跟我朋友一些比一比 让我比他 还有走多少步的这些 你好 你好 人们追寻一万步的原因各有不同 但是中医师提醒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走一万步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还有体能比较差 长期缺少运动 身材肥胖 还有精细诊断 有骨质疏松 有骨心关节炎的人 还有 有慢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 以及心肺功能不全的人 以及高血糖 血压不稳定的人 最后还有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的人 是不适合每天走一万步的 通常我们在讲说走路的话 你要达到最佳的效果 我们会建议说就做中等强度的 把它当成一种中等强度的运动在做 最容易估计的方法 其实就是说当我在走的时候 我可以跟人家就是普通的进行对话 然后不会上气不接下气 然后不过我要唱歌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说 把一整段这样唱下来 参与全国剑部大挑战的人数 从第一季的15万6千人 逐年增加到第四季的80万人 总共有190万人报名 除此之外 保健促进局也举办各种活动 鼓励国人活跃运动强身健体 网络红人赵采玲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还能维持娇好身材 她是怎么做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